常言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毕竟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就算你藏得在隐蔽,也终会被人发现。 做人做事,一定要凭良心,不做掩耳盗铃,损人利己之事,如此才能立足于世,顶天立地。 晋朝时期就有个少妇,成亲后没多久就夜夜啼哭,其肚子也越来越鼓,倒是见状表示,门外有个骑马老汉。 话说晋朝年间,上洛郡有一户姓王的人家,王家老爷王博言是个年轻有为的富商,此人心性善良,忠厚诚恳,常常接济穷苦农民,在当地颇有声望。 王博言年轻时,将所有心思都放在了生意场上,几乎从未考虑过婚配,甚至拒绝了许多媒人的提亲。 可就是这样一个工作狂,却干出了横刀夺爱之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故事还要从两年前说起。 这天傍晚,街上办起了灯会,十分热闹,忙活了一天的王博言刚走出店铺,就和一名少妇撞了个满怀。 少妇一袭轻衣,面容精致,身段玲珑,仿若不食人间烟火的九天仙女。 王博言微微一愣,赶忙躬身道歉,少妇并未停留,起身后便扭头离开了。 看着少妇的背影,王博言知道自己动心了,他鬼斧神差地跟了上去, 结果却看到他和一个俊朗的男人在桥上轻轻握握,他大失所望,扭头回了家。 怎料自那以后,王博言一闭眼,脑海里就会出现那名少妇的身影。 王母自然看出了儿子的异常,主动询问他发生了何事,王博言也不隐瞒,将那日的偶遇告诉了母亲。 王母听后欣喜一尝,没想到儿子这个榆木脑袋居然开窍了。 随后,他鼓励儿子大胆追求,古人常言,鸟则良木儿妻,女人自然也喜欢有能力, 能对其好的男人,若不尝试就选择放弃,在这自怨自艾,今后如何能成大事。 在王母的鼓励下,王博言终于重拾信心,自那以后,他便四处打听少妇的消息。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日的努力,王博言得知,少妇名唤姚思乐,出身寒门, 其父亲姚老汉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有一门娃娃亲,南方名唤董天宝,是个穷酸书生。 知晓姚思乐的住处后,王博言提着各种礼品登门拜访,他的到来着实把姚思乐和其父亲吓了一跳。 姚老板自然认识王博言这个大善人,见其进门,赶忙带着女儿上前招呼。 王博言开门见山,表明了自己的来意就是为了姚思乐。 姚思乐听后,脸色飞红,扭头钻进了房间, 姚老汉却面露难色。 王老爷,您能看上我家小女,实在是三生有幸,只是我家小女已有亲事。 我虽是个粗人,但也懂得守信儿子,天宝父母早逝,临终前将其托付给我。 我断然不能如此绝情。 王博言听后,对姚老汉十分敬佩。 姚大叔,您放心,我只希望您嫩给我一个机会。 若斯乐仍看不上我,我自会退出。 这个要求姚老汉也没法拒绝,只好点了点头,并挥手把女儿叫了出来。 姚思乐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直接的男人,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不知该说些什么。 看着姚思乐紧张害羞的模样,王博言愈发喜欢。 不过他并未多做什么,与二人又寒暄了几句后,他便离开了。 自那以后,王博言有事没事都会来找姚思乐。 姚思乐也在一次次的接触下,逐渐了解了他,虽说自己已有婚配,可王博言的确是个君子,从未干过出格之事。 二人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从姚思乐口中得知,他和董天宝自小一起长大,感情深厚,只是不知为何,两人之间的相处越来越不融洽了。 董天宝家境贫寒,他也没什么本事,做什么都没有耐心,总想着做笔生意,挣大钱。 姚老汉曾劝他多次,要他脚踏实地,可他就是不听。 如今的姚思乐已经25岁了,早过了嫁人生子的年纪,可董天宝一直以事业未成为由,拒绝成亲。 这么多年来,要不是姚老汉一直接济,他早就饿死了。 王博言听后,愈发坚定了追求姚思乐的决心,毕竟要真把他拱手送给董天宝,那必定会跟着他吃一辈子的苦。 可没多久,二人相处的事就被董天宝发现了。 未婚妻和陌生男人相见,这个男人还对自己的未婚妻有意思,搁谁身上谁都忍受不了。 董天宝先是到姚老汉家大闹了一场,最后又跑到了王府,想要与王博言理论。 王博言十分客气地将其请进了府中,董天宝一直在王府待到傍晚才离开,不过出门时,他脸上的怒气已经全消了,甚至在临别时,还和王博言挥手致意,完全看不出是来找茬的,倒像是来串门的。 自那以后,董天宝就老实了很多,甚至开始拒绝和姚斯勒见面。 王博言仿佛早已预知到二人的感情会受到考验,这半个月也一直没有去找姚斯勒。 半个月后,董天宝修书一封送到了姚斯勒家,表示自己已经启程,南下做生意去了,他和姚斯勒的婚事就此作废。 姚斯勒在看完信后,悲痛欲绝,他怎么也想不到,曾经和自己海誓山盟的男人,就这样抛弃了自己。 就在他难受之际,王博言回到了他的身边,耐心安慰。 在王博言的陪伴下,姚斯勒终于走出了心中的阴霾,姚老汉也终于松口,同意将女儿嫁给他。 王博言高兴万分,准备了整整三大车聘礼,来到姚老汉家定亲。 很快,二人便结为了夫妻,姚老汉也被王博言接到了家中,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 可没多久,姚斯勒的身上却发生了一件怪事。 这天半夜,王博言忙活完回到家中,姚斯勒已经歇息,就在王博言准备进屋的时候,屋里却忽然传来了姚斯勒的啼哭声。 王博言吓坏了,赶忙冲了进去,只见姚斯勒坐在床头,双眼红肿,见到丈夫归来,他赶忙擦干了脸颊上的眼泪。 询问后得知,原来姚斯勒做了噩梦,被吓醒了,王博言又不在身边,因此才哭了起来。 王博言听后并未多想,而是轻轻将他揽入了怀中。 之后几日,王博言店铺的账簿出了问题,工作也越发繁忙,他几乎每天都要忙到半夜才能回家,有时甚至直接住在了店铺里。 他担心妻子,表较母亲每天夜里陪姚斯勒一起睡。 一个月后,王博言终于处理好了一切,回家后,他找到母亲,询问妻子近日的情况,可王母告诉他,这半个月来,姚斯勒几乎夜夜啼哭,问他发生了什么,他也只是说做了噩梦。 另外,王母还发现,姚斯勒的肚子越来越鼓,看起来就像是怀孕了一般。 王博言听后大吃一惊,他找到妻子,果真如王母所说一般,他的眼眶红肿,肚子也微微鼓起。 他觉得有些不对劲,便找了个郎中为妻子查看情况,结果郎中的话叫他险些昏死过去。 郎中在为姚斯勒好玩卖后,一脸欣喜地告诉母子俩,姚斯勒怀孕了,刚刚一个月。 王博言听后火冒三丈,要知道自己近几个月,从未和姚斯勒亲热过,这孩子是从哪过来的? 莫非姚斯勒趁自己不在家,偷偷与他人私会。 王博言气势汹汹地走到妻子面前,大声质问孩子是谁的,姚斯勒一脸委屈,抽气道, 王博言听后这才反应过来,姚斯勒说得没错,既然母亲每天都在家看着他,那他肚子里的孩子是哪来的? 莫非真是自己的,那也不可能,两人上一次亲热还是三个月前,实在不合理。 三人越想越不对劲,莫非姚斯勒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 想到这,王博言立马反应过来,妻子这一个月夜夜啼哭,莫非就和腹中的胎儿有关系。 他立马询问妻子夜里都梦到了什么,姚斯勒不敢隐瞒,如实交代。 原来,姚斯勒每天夜里都会梦到了一个婴儿,婴儿被他抱在怀里,就像他的孩子一般,可没一会,婴儿就开始哭,哭了一会,身体就开始融化,最后变成了一滩血。 婴儿变成血后,姚斯勒的心就像针扎一般,这也是他为何夜夜啼哭的原因。 王博言听后,立马带着妻子跑到城外的一个道观里,并找了个道士为其解梦。 道士在了解完情况后,眉头紧皱,随后跟着夫妻俩来到了王府,并在姚斯勒的房门口转悠了半天,最后淡淡道, 王夫人的房门外,有一个骑马的老汉。 众人听后心中一惊,骑马的老汉,家里根本没养马,又哪来的骑马老汉? 道士并未多言,而是带着众人藏进房间,说等到晚上便可知晓真相。 随后,他便在房间里布下了一个阵法。 到了夜离子时,道士递给众人两片柳树叶,让其在眼皮上擦一擦。 王博言刚擦完,再一睁眼,就看到门外果真出现了一个骑着白马的老汉。 奇怪的是,那个老汉没有双脚,身体仿佛和白马融为了一体,而他的怀里则抱着一个婴儿。 没一会,骑马的老汉便直接穿过房门,走进了房间。 道士见状,立马冲出,并扔出两道符咒,启动阵法后,骑马老汉被禁锢在阵法当中,动弹不得。 姚斯勒出来后,一眼认出,老汉怀里的孩子和他梦中的孩子一模一样。 道士淡淡道,自然一模一样,因为那就是你的孩子。 原来,骑马老汉的真实身份是由神,不过他并非神灵,而是一只不会伤人的精怪。 他最喜欢收集早邀婴儿的魂魄,并将其带在身边。 而这个孩子,就是姚斯勒的孩子。 原来,姚斯勒在和王博言成亲前,已经怀上了董天宝的孩子, 不过刚怀上没多久,他便收到了董天宝的修书。 悲痛之下,孩子流产而亡,而孩子的魂魄未散,并被由神给抱走了。 由神见孩子苦命,就想将其放回姚斯勒的肚子里,让其重新降世,这也是姚斯勒怀孕的原因。 王博言听后恍然大悟,他扭头看向妻子,姚斯勒却默默低下了头, 他知道妻子心中自责,便走了过去,将其揽入怀中, 放心吧,那个男人不值得你爱,这孩子以后就是咱俩的孩子。 原来,那日董天宝上门找王博言理论,并非是为了宣誓主权, 而是与其谈了一笔生意。 董天宝根本就没打算和姚斯勒成婚,他告诉王博言, 若想让他离开姚斯勒,就必须拿出足够的钱。 王博言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董天宝竟如此无情无义, 可为了姚斯勒的未来,他答应了董天宝, 并与其做了交易,给了他一大笔钱。 随后,董天宝修掉了姚斯勒, 独自去了南方,成全了王博言。 不过这时,王博言并未告诉任何人,包括姚斯勒。 真相大白后,倒是放开了游神, 游神也将怀里的孩子一点点输送到了姚斯勒的腹中, 直到怀中孩子消失,游神一言不发地冲了出去, 消失在了夜色当中。 几个月后,姚斯勒顺利产下一名男婴, 一家人开心坏了。 至于董天宝,他在去南方的路上, 由于漏腹,遭到一伙子贼人的惦记, 前辈抢了不说,腿也被打断了。 后来,他变成了一个乞丐, 要了一辈子饭。 明朝崇祯年间, 登州府有一户姓尹的人家。 尹家老爷尹志平是个年轻有为的富商, 他十六岁外出经商, 独自在外拼搏多年, 不仅积累下万贯家财, 还娶了个美娇妻, 献煞旁人。 尹志平的妻子名幻张书颖, 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美人, 可二人婚后没多久, 张书颖就变成了一个二百斤的大胖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故事还要从三年前说起。 张书颖有一个青梅竹马, 名幻丁卫, 他自幼父母双亡, 使张书颖的父母将其收养, 并给了他一份差事, 丁卫与张书颖年纪相当, 二人从小一起长大, 亲如兄妹。 张书颖嫁给尹志平后, 为了避嫌, 和丁卫的来往也变少了。 可尹志平生意繁忙, 常常夜不归宿, 张书颖在府上闲来无事, 只好找丁卫聊天, 一方面可以了解家中情况, 另一方面也可以消磨无聊的时光。 可尹志平是个占有欲极强的人, 在得知妻子和一个男人常常来往, 还是他的青梅竹马时, 不由得火冒三丈, 甚至认为丁卫对他有非分之想。 尹志平的诬陷也激怒了张书颖, 二人之间的感情犹如兄妹, 且从未有过过分之举, 二人因此大吵一架, 尹志平甚至动手打了妻子。 得知张书颖被打, 丁卫恼羞成怒, 他上门找尹志平讨说法, 可二人都是暴脾气, 打了一架后, 丁卫便离开了尹府。 临走之际, 丁卫将张书颖拉到一旁, 表示自己择日就会离开登州府, 为了他的名声, 今后不会再与其相见。 可他的举动却再次激怒了尹志平, 丁卫离开后, 他将气全撒在了妻子身上, 夫妻俩的感情也降至冰点。 巧的是, 就在尹志平和妻子闹矛盾期间, 一个名叫谢壁华的女人, 走进了尹志平的视线当中。 谢壁华来自南疆, 他本是镇上一个酒楼的歌姬, 精通十八般记忆, 那日尹志平和妻子大吵一架后, 来到该酒楼喝酒, 因此结识了谢壁华。 谢壁华也算阅人无数, 言语间尽是对尹志平的关心, 这让尹志平得到了很大的宽慰, 甚至认为谢壁华就是自己的红颜之己, 两人很快便走在了一起。 自那以后, 尹志平便包养了谢壁华, 甚至将家里发生的事全部告诉了他, 谢壁华则帮其出谋划策。 三个月后, 尹志平见时机成熟, 便将谢壁华带回了家, 并将其耐为小妾, 这可把张书颖给气坏了。 谢壁华心机深沉, 在众人面前装得温润如雅, 对下人也极好, 这反倒显得张书颖刁蛮任性, 不通人情。 冰卫的离开, 丈夫的移情别恋, 叫张书颖一时间难以接受, 不知为何, 从谢壁华嫁入尹府开始, 张书颖的耳边总会传来一个人的声音, 吃饭吧, 多吃点, 不能饿坏了自己的身子, 吃得越胖越好, 这样别人再怎么攻击, 你都没事了。 张书颖像是着魔了一般, 每天胡吃海喝, 吃完就躺在屋里呼呼大睡。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他原本婀娜的身材便走样了, 半年后, 他竟然变成了一个二百斤的大胖子, 可他仍旧狂吃不止, 耳边的传来的声音也从未停止过, 好像吃得越胖, 他就能逃避现实一样。 看着胖成皮球的妻子, 尹志平对其越发讨厌, 甚至生出了将谢壁华丽为正方的想法。 这天傍晚, 心情烦闷的张书颖独自出门散心, 可他没走几步便喘了起来, 他如今的身材, 走路都费劲, 更别提散步了, 可他还是强撑着走到了一条小河边, 并坐在了一块巨大的岩石上。 看着河中自己的倒影, 想起丈夫嫌弃自己的表情, 张书颖失声痛哭起来。 就在这时, 他的身后忽然传来了一阵微弱的呼救声, 扭头一看, 原来是一个奄奄一息的乞丐, 正伸手向其求救。 张书颖心善, 赶忙上前将乞丐扶起, 并从怀里掏出了一小包点心。 自从吃胖以来, 张书颖的身上总会携带一些小零食。 乞丐吃完点心后, 总算恢复了一丝力气, 接着月光, 张书颖看清了乞丐的相貌, 居然和离开的丁卫有几分相像。 可能是触景生情, 张书颖又想起了小时候和丁卫玩耍时的情景, 眼泪夺眶而出。 乞丐见状, 还以为是自己吃光了她的点心, 赶忙跪地连连赔罪。 过了好一会, 张书颖才稳定了情绪。 交谈中得知, 乞丐名唤高亭, 本是襄阳人士, 前不久刚刚逃难到此。 可能是乞丐让张书颖想起了离开一年的丁卫, 她便收留了乞丐, 并给了她一份差事。 高亭梳洗打扮后, 面貌和身材更像丁卫了, 自那以后, 张书颖便一直让高亭陪在自己身边。 尹志平健壮, 虽心中不爽, 但也并未多说, 毕竟她的活早就被谢壁华给勾走了。 神奇的是, 自从高亭进入淫府后, 张书颖耳边的声音便消失了, 她的胃口也渐渐恢复了正常。 更为神奇的是, 张书颖的身材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仅一个月的时间, 张书颖便狂瘦了一百斤, 并恢复了以前的容颜和身材, 甚至比以前更加美艳动人, 就连张书颖都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尹志平在看到妻子如今的样子后, 也动了心。 谢壁华看出苗头不对, 立马跟尹志平吹枕边风, 说张书颖身旁的高亭有问题, 寻常人怎么可能一个月狂瘦一百斤, 他们定是用了什么妖术。 尹志平一听, 这才起了疑心, 并在第二天找到张书颖, 表示想要将高亭赶出府邸。 张书颖自然不答应, 二人大吵一架后, 尹志平决定, 找个道士做法, 看看这个高亭到底是不是施展了什么妖法。 三日后, 尹志平带回家一个先锋道鼓的老道士, 此人道号慕容, 据说早年曾游历四方, 见多识广, 手段高明。 尹志平为了找到他, 花费了很大的功夫, 好在慕容道人听说张书颖身上发声的时候, 十分感兴趣, 这才来到了尹府。 当慕容道人看到张书颖和高亭后, 脸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随即低头喃喃道, 有趣, 真是有趣。 他将众人赶出房间, 只留下了张书颖和高亭。 慕容道人没有废话, 立马抽出桃木剑向张书颖赐去, 张书颖被吓了一跳, 可躲闪已经来不及了, 千军一发之际, 高亭纵身挡在了他的面前。 随着彭的一声响起, 高亭被击飞出去, 重重地落在地上, 倒是也不手软, 抽出符咒贴在了高亭的身上。 伴随着阵阵惨叫, 高亭身上的皮肉开始脱落, 最后竟然变成了一只身形瘦弱, 全身无毛, 黑不溜秋的猴子。 看着这只猴子, 张书颖被吓得瘫坐在地, 倒是收起桃木剑, 双手掐绝, 并咬破舌尖, 将血吐在了一张符咒上, 缓缓走到了张书颖的身边。 下一秒, 倒是将符咒贴在了张书颖的肚子上, 并安慰道, 夫人莫怕, 她其实是在救你。 话音刚落, 张书颖便一阵反胃, 她在一旁狂吐起来。 诡异的是, 她竟然吐出了一只如小蛇般的虫子, 这只虫子没有四肢, 也没有眼睛鼻子, 只有一张嘴巴。 倒是捏起虫子, 淡淡道, 此乃应生虫, 想夫人之前变胖, 完全是被此虫蛊惑, 若不是这位出手相救, 你恐怕就要暴体而亡了。 原来, 张书颖耳边听到的声音, 正是这只应生虫发出的, 为的就是蛊惑她的内心, 让其坐见自己。 就在张书颖询问此虫是如何进入她体内的时候, 那只黑猴子缓缓起身, 来到了她的面前, 使谢壁华, 使她要害你。 书颖,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张书颖的眼睛瞬间睁大, 因为这只猴子发出的声音, 正是丁卫的。 原来一年前, 丁卫的确离开了登州府, 可尹志平对其怀恨在心, 便买通了一群贼人, 埋伏在她的必经之路上, 本想教训其一顿, 怎料那些贼人下手没有轻重, 将丁卫给活活打死了, 并将她的尸体, 扔进了河里。 丁卫死于非命, 尸体又被鱼儿啃食殆尽, 怨气不散, 最后竟变成了一只水猴子。 之后, 她利用各种方式回到了登州, 在得知张书颖的遭遇后, 她也发现了应生虫的存在, 可她没办法逼出应生虫, 为了拯救张书颖, 她便化作乞丐的模样, 化名高庭, 潜入了淫府, 并在夜里趁着其睡着, 吸食走了她体内多余的脂肪, 这才让其恢复了原样。 张书颖听后早已泪流满面, 她扑上去, 紧紧抱住了丁卫, 气不成声。 此时在外面的谢壁华, 仿佛也意识到了不对, 立马扭头, 想要逃走, 怎料倒是冲出房间, 一把拽住了她, 并将应生虫放在了她的面前。 谢壁华脸色大变, 还想狡辩, 那只应生虫却猛地钻进了她的嘴巴里。 原来, 倒是已经在应生虫上施法, 将其放入谢壁华体内, 便会让其说出真相。 果真如丁卫所说, 这只应生虫是谢壁华从南疆带来的, 并一直用自己的净血饲养, 在成为尹志平的小妾后, 为了今后独吞尹家的家产, 她便将应生虫放入了张书颖的体内, 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她, 以此达到目的。 真相大白后, 倒是和张书颖立马报官, 逮捕了谢壁华和尹志平。 大堂上, 倒是照出应生虫, 用同样的手段逼尹志平 说出了自己买凶杀死丁卫的事实。 后来, 尹志平被判死刑, 谢壁华则沦为官计, 永世不得翻身。 一切都尘埃落定后, 丁卫怨气已消, 在道士的帮助下冲入轮回。 至于张书颖, 继承了尹家的资产后, 他一生行善, 终身未嫁。 冤枉,冤枉。 断头台上, 高文举朝围观群众不停地控诉道。 肩斩台上, 知府举起手中的号令牌, 义正言辞地吼道, 时机已到, 斩。 那令牌在空中划过, 眼看就要被置在地上, 不想人群中突然扑过来一只狸猫, 将令牌稳稳地接在嘴里。 高文举看着那只花色好看的狸猫, 嘴边露出欣然的微笑。 时值人宗年间, 因民间流传狸猫换太子的画本, 这种生物成为不可言说的忌讳。 因此, 当高文举出游在外, 看到眼前这只遍体鳞伤的狸猫时, 并没有失以援手, 甚至还觉得他挡路, 将它往旁边踢了踢。 这高文举出身富贵, 家中世代经商, 人脉广泛, 为他定下一桩令人艳羡的亲事。 女方叫周云罗, 是知府大人的千金, 貌美且贤惠, 与高文举算是青梅竹马。 但高文举生性不羁, 是个出了名的浪子, 怕是玩够了才会乖乖回家成亲。 这天, 他又偷摸着出去了, 但没想到的是, 周云罗一直跟着他。 好可怜的小狸猫啊, 以后就跟着我吧。 周云罗抱起这只狸猫, 帮他包扎伤口, 还将它养在身边。 当晚, 周云罗跟着住进了高文举所在的客栈。 午夜时分, 一阵阴风吹开了客栈的门, 无数的恶鬼席卷而来, 包围了这座山头。 狸猫被动静惊醒的时候, 发现周云罗冷汗直冒, 正在床上不停地挣扎, 那姿态似乎是要将水赶出去。 灵性如他, 很快就察觉到是中邪的征兆, 为了唤醒周云罗, 他朝天嚎了几声。 但无论他闹出怎样的动静, 始终都唤不醒梦眼中的人。 无奈之下, 狸猫只好跳出房门, 跑去隔壁房间求助, 结果, 他就发现了睡得如死猪一般的高文举。 对待高文举, 他当然不会那么温柔, 为了节约时间, 狸猫跳上床, 直接一口咬在高文举的手背上。 哎呀, 高文举直接从梦中痛醒, 双目正对上星红的猫眼, 他差点没吓死。 点上灯火, 要将狸猫赶走, 但狸猫用嘴拖拽着他的袖口, 一直将它往外拉。 高文举只能跟着走出去, 之后就发现了隔壁昏厥的周云罗。 照料一夜, 次日周云罗一醒, 高文举就要送他回家。 原来是你, 看周云罗怀里的狸猫, 对自己没一个好脸色, 高文举这才想起曾得罪过他。 路途中, 狸猫伤势见狱, 高文举又发现一个秘密, 他会说话。 当晚, 他惹周云罗生气, 他又咬了他, 还对他破口大骂。 小家伙真是有两面性, 在周云罗面前乖得像只绵羊, 对着自己就凶得像只豹子。 因连日阴雨, 山路不好走, 他们在临阵的客栈住了几日。 但这个阵上不太平, 刚停留两天, 就出了连环挖心事件。 因苦恼回家就得完婚, 高文举这夜睡得晚了一些, 结果, 就看到周云罗半夜三更, 披头散发地摸出了房门。 喂, 你干什么去? 高文举刚想上去阻拦, 却发现周云罗的力气大的惊人, 一下就将他摔在地上。 倒地之后, 高文举看到了跟在周云罗身后的狸猫, 他对着他巧声说道, 别吵, 是邪碎发作了。 他们尾随周云罗来到一条暗巷, 巷子直通尽头的青楼。 看着周云罗将过往的男人 一个接一个地掏心挖肺, 高文举只觉得毛骨悚然, 就要失控吼叫之际, 一只病态白的手就捂住了他的嘴。 要是把人喊来, 我现在就杀了你。 耳边狸猫的声音充满威胁, 高文举抬眼一看, 只见一道鲜瘦的身影上前, 将周云罗打晕抱起。 他是狸猫, 化成人形了。 看着眼前的俊秀少年, 高文举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客栈内, 狸猫少年将周云罗安放床上, 乖巧地用舌头舔势着他手上的血污。 你早知道他是凶手, 为何放纵他草菅人命? 还如此帮他清理血污? 高文举愣了一下, 随即质问道, 狸猫少年从容答道, 这邪碎有利器, 如不杀人发泄, 只会伤害这具身体。 只要他没事, 谁死都跟我无关。 呵,畜生无良知。 高文举心情复杂地嘲讽道, 这天, 他们不欢而散。 雨停之后, 高文举将周云罗送回了周家, 并将他中邪的事据实已告。 结果, 周家以冲洗为由, 迫使高文举与周云罗尽快完婚。 招架不住父母再三请求, 高文举犀利糊涂败了堂, 可等到接下盖头之后, 他才发现坐在昏床上的人根本不是周云罗, 而是之前还跟自己横眉冷对的狸猫少年。 狸猫少年穿着一身红, 养着清秀的脸, 得意地说道, 没想到吧, 我才不会让你娶他。 那你就嫁给我吧, 高文举亢奋到, 满心的烦躁被喜悦所替代。 不等狸猫少年说什么, 高文举就突然抓住了他, 那力度, 似乎是再也不想放手一般。 这次, 狸猫少年到哑口无言了。 此时, 高文举的准岳父, 周知府率领一众官差闯了进来, 他先是心平气和地安慰着宾客, 后又指着高文举严厉呵斥道, 连环挖心案的凶手, 就是他, 立刻给我抓起来。 我没, 谁知, 高文举还没来得及辩驳, 就被人堵着嘴巴带走了。 案子几乎审都没怎么审, 就被周知府判了处斩。 因为知道自家女儿是凶手, 这件事周知府原本要压下来的, 谁知被苦主告了欲状, 上边三令五身要严查, 周知府只好把高文举推出来顶罪。 现在, 被一只狸猫给破坏了, 是他怎么都想不到的局面。 刀下留人, 我知道主谋是谁, 那狸猫擒着号令台, 当众变成了一个英俊瘦弱的少年, 口中振振有词地说道。 这话一出, 周知府和高文举顿时神态各异。 还不等他们说什么, 同在一旁奸展的宋之周开口道, 你且说来, 本官倒要听听。 主谋正是周知府, 狸猫少年将令牌扔上奸展台, 正砸在周知府岸上。 原来, 周知府早年看上一位妙龄女子, 求娶不成, 竟将人欺辱致死。 那女子死后, 阴魂不散, 便报复在同为妙龄的周云罗身上。 如今, 狸猫寻得方法, 只要杀了周知府, 便会化解冤仇, 周云罗自会恢复正常。 但狸猫身为妖孽, 无缘故染指人命, 不会有好下场。 但是, 目前没有更好的选择。 于是, 狸猫毫不犹豫地飞身而上, 伸出利爪, 掏出了周知府的心脏, 立声道, 而凶手正是我。 此言一出, 四下哗然。 眼看周知府失身落地, 狸猫的身躯逐渐变得透明起来。 高文举泪水已经夺出眼眶, 他挣扎着飞奔过去, 却也无力阻止, 只能痛哭道, 不要。 后来, 周云罗醒了, 却毅然投身尼姑安。 毕竟有些事, 虽不是出自本意, 但也是经由他的手发生的。 而高文举, 则成了一名仗剑江湖的游客, 没有人问他为何孤身一人, 因为他无论走到哪里, 怀里都会抱着一只狸猫。 明朝末年, 登周府有一对赵姓姐妹, 姐姐名唤子琴, 妹妹名唤小妍。 两人虽同父异母, 可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很好。 妹妹小妍温柔善良, 性格低调, 比起她, 姐姐子琴好胜心极强, 什么都要跟别人比, 别人好的就一定要抢过来。 也正是如此, 小妍从小就一直迁就姐姐, 从未主动跟她争过什么, 可这却让她在之后, 失去了许多挚爱的东西, 包括爱人。 在两姐妹十七岁那年, 小妍在逛灯会时, 认识了一个名叫周滇的年轻书生, 此人才思敏捷, 出口成章, 加上她面容俊秀, 很快就俘获了小妍的芳心。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姐姐的出现, 却彻底改变了二人之间的发展。 当时, 周滇和小妍情投意合, 只是一直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子琴得知此事后, 以给妹妹把关为由, 开始频频和周滇接触。 让小妍没想到的是, 子琴居然也喜欢上了周滇, 并十分坦荡地将自己的心意告诉了小妍, 还希望她能够成全自己。 从小懦弱惯了的小妍, 在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后, 还是选择了放弃。 之后, 她主动和周滇保持距离, 给子琴制造机会。 周滇也发现了这一情况, 她还以为小妍并不喜欢自己。 最终, 在子琴强有力的攻势下, 两人在不久后, 结为了夫妻。 成亲后, 周滇便带着子琴搬了出去, 受周滇的影响, 子琴成熟了许多, 夫妻俩还常常会回家看望妹妹小妍。 起初看着俩人亲密的模样, 小妍心里很不适滋味, 可时间长了, 她也渐渐放下了, 脸上也开始有了笑容。 可好景不长, 没过多久, 意外就发生了。 这年京城科考将至, 周滇整理好一切便出发了。 可就在周滇离家后的第三天, 噩耗传来。 当众人赶到县衙的时候, 只看到了周滇的尸体。 经过武座验尸和官兵们的排查, 初步断定周滇是遭遇了贼人, 身上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了, 后脑勺还有顿气打击留下的伤口, 而她真正的死因则是溺死。 由此可见, 她死前一定受到了痛苦的折磨, 之后才被人扔进河里淹死的。 听到这, 姐妹俩的情绪同时崩溃, 二人扑倒在周滇的尸体旁, 放生痛哭。 可人死不能复生, 在为周滇料理完后事, 小妍和父母都希望子琴能够搬回家住, 可子琴却婉拒了, 并表示她要给周滇守节。 众人拗不过她, 只好任由她去了。 这年中秋, 小妍请子琴回家吃团圆饭。 可能是想起了死去的周滇, 子琴在吃饭时脸色凝重, 一言不发, 只是一个劲地喝闷酒, 不一会便喝了个烂醉。 小妍本想让她在家住一晚, 可她说什么都不同意, 非要回家, 说着便亮亮呛呛呛出门了。 父母见状, 赶忙让小妍跟上, 可子琴走得极快, 小妍出门的时候, 她已经没影了。 没办法, 小妍只好顺着路去找子琴, 当时天色已晚, 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 小妍心中愈发担心, 毕竟子琴喝得烂醉, 万一出了什么意外, 连自救的能力恐怕都没有。 在路过一条小河旁时, 她忽然听到一旁的荆棘丛中 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她扭头向里看去, 发现子琴此刻正在荆棘丛里乱转。 她吓了一跳, 赶忙上前想把姐姐拽出来, 可当她靠近后才发现, 子琴双眼外翻, 口吐白沫, 就跟晕过去了一般。 另外, 她走路脚后跟不着地, 且不断在草丛里乱窜, 身上的衣服都被荆棘刺破了, 其身上也被划出了一道道血痕, 可她好像感觉不到疼痛一般, 仍旧一个劲地往前走。 小妍吓坏了, 她站在一旁拼命地呼喊姐姐的名字, 可子琴没有回应, 并一点点朝着小河边走去。 小妍一看大事不妙, 立马上前拉住了她, 可子琴的身体却异常冰冷, 犹如死人一般。 小妍见她还没反应, 只好不断抽她耳光, 想把她打醒。 好在还有点用, 子琴在走到河边后, 居然发出一声惨叫, 随即昏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子琴迷迷糊糊糊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家中, 浑身上下疼得要死, 都是血痕, 脸也肿了。 就在她不知所措之际, 小妍带着一个道士走进了屋, 看到姐姐醒来, 小妍欣喜万分, 并立马将昨天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了她。 子琴听后大吃一惊, 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身上的伤口。 小妍看出子琴这是中邪了, 这才找来了一个道士。 道士在经过一番检查过后, 脸色愈发凝重, 夫人这是遇到鬼遮掩了。 所谓鬼遮掩, 便是被鬼遮住了眼睛, 无法辨别方向, 失去意识, 只能在一个地方乱转。 普通的鬼遮掩和鬼打墙一样, 只会将人困在一个地方一段时间, 可严重地却能致人死亡。 道士告诉子琴, 缠上她的是一只淹死鬼, 这只淹死鬼怨气极深, 根本没办法除去, 唯一的办法便是躲在家中七七四十九天, 等这只鬼自己去找别人, 这样就没事了。 子琴听后惊恐万分, 她一脸惆怅地看向小妍, 好在小妍够义气, 决定陪在姐姐身边。 就这样, 之后四十九天里, 子琴一直躲在自己的房间, 吃喝拉撒也都是小妍照顾, 就连夜里上个厕所都要小妍陪着。 在这期间, 镇上的王图户也常常来看子琴, 没事还会给俩人带些点心吃食。 子琴告诉小妍, 这个王图户是她的追去者, 经常来给她送吃的, 小妍倒也没在意。 日子一天天过去, 眼看四十九天就要过去, 子琴马上就要没事的时候, 意外却忽然发生了。 这天傍晚, 子琴刚刚睡下, 却忽然听到屋外传来了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她睁开眼, 却发现屋子里烟雾缭绕, 她下意识地呼唤小妍, 却发现小妍早已不见了。 她颤颤巍巍地爬下床, 窗户和屋门却忽然被一阵大风吹开, 紧接着, 一个黑影缓缓走了进来, 她身上的衣服全部都湿透了, 每走一步都会留下一个水脚印, 她的头发散乱, 遮住了面容。 她不断走向子琴, 嘴里还不断念叨着, 我死得好惨啊, 你这个杀人凶手, 跟我走吧。 子琴被吓得魂飞魄散, 一屁股瘫坐在地, 捂着耳朵大喊道, 不是我, 不是我, 是王图护, 你去找王图护吧, 周滇, 别来找我, 别来找我。 事到如今, 真相终于大白, 原来子琴当年根本就不喜欢周滇, 嫁给她也只是为了将周滇从妹妹手中抢走。 婚后没多久, 周滇就发现了这个事实, 并偷偷和小颜取得了联系, 并与她旧情复燃, 勾搭在了一起。 在这期间, 子琴也没闲着, 居然同时勾搭上了三四个人, 不过与她联系最密切的还是王图护。 王图护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子琴, 为了和她在一起, 不惜杀掉周滇。 周滇怎么也没想到, 王图护会埋伏在自己进京赶考的路上, 之后将自己活活溺死在河中, 并伪造成了杀人抢劫。 周滇死后, 小颜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 便一直在调查事情的真相, 也终于发现了和子琴有奸情的王图护。 之后, 她在那天回家路上, 用迷药迷晕了子琴, 并谎称她遇到了鬼遮掩。 周滇因她而死, 她自然心虚, 小颜则成圣追击, 伪装成了周滇的灵魂, 并终于从她空中 套出了事情的真相。 随即, 一群官兵冲了进来, 逮捕了子琴, 王图护也在睡梦中被官兵擒获。 后来, 子琴被判进猪笼, 而她也因此次经历彻底崩溃, 得了失心疯, 杀人者王图护则暗虑当斩。 王图护死后, 小颜便离开了家乡, 再也没回来过。 很久很久以前, 北逢镇有一个叫夜姑红的木匠, 此人他是干活, 本分做人, 安安生生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然而没多久, 一件事情的发生, 就彻底打乱了夜姑红宁静的生活。 那是一个宁静的夏夜, 夜姑红在家中热得睡不着, 就来到湖边, 准备散散步。 正当他悠哉悠哉地在湖边走的时候, 湖面上突然闪过一阵刺眼的金光, 夜姑红连忙闭上眼睛, 当他在睁开眼时, 面前多了一个奄奄一息的俊美男子。 那男子怀中抱着一个尚在墙堡中的婴儿, 请夜姑红帮他照顾下这个孩子。 夜姑红正准备拒绝, 湖中突然闪过一声如雷般的怒吼, 男子听到声音后立马转身冲进湖里, 与此同时, 水面开始沸腾起来。 没多久, 夜姑红听到水下传来一阵不甘的怒吼。 紧接着, 一阵赤烈的金光闪过, 整个湖面恢复了之前的平静。 他片刻也不敢多呆, 抱着怀中的婴儿回到家中, 给他喂下奶水后沉沉睡去。 从那天开始, 夜姑红除了做活之外, 时间都拿来陪这个孩子。 他给孩子取名夜全胜, 希望他长大后能争一口气出人头地。 然而, 现实总是那么残酷, 夜全胜不仅不爱学习, 还非常淘气。 刚开始, 夜全胜只是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 后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他发现当地的人们都不会拿他怎么样的时候, 胆子渐渐大了起来, 经常闯出一些祸端, 让夜姑红头疼不已。 终于有一天, 夜姑红再也无法忍受夜全胜的顽劣, 直接将夜全胜绑在柳树上暴揍一顿, 并严厉警告了他一番。 从那以后, 夜全胜收敛不少, 也开始静下心来学习木匠的手艺, 看得夜姑红欣慰不已。 虽然夜姑红欣慰不少, 但夜全胜的内心一直无法平静。 他先前顽劣, 是因为夜姑红定下的一条奇怪的规矩, 那就是不让自己叫他爹。 夜全胜几次询问, 无果导致心灰意冷, 这才会变着花样给夜姑红制造麻烦。 这时, 夜全胜突然想到, 自己之前每次惹下事情, 夜姑红都会想方设法给自己处理问题, 夜全胜的内心柔软不少, 他在心中暗暗决定, 不管自己叫夜姑红什么, 他永远都是自己的父亲。 有一天, 夜全胜醒来后, 发现是镇上一年一度的大集会。 他想着今天忙完后, 到集会上去挑一些新鲜玩意给夜姑红买过来, 让他开心开心。 一念至此, 夜全胜干活分外卖力, 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当夜全胜赶到集会上时,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各种各样的花灯在四周闪烁, 看得夜全胜心情大好。 他在人群中边走边逛, 很快就买齐了给夜姑红的玩意。 正当他想回家时, 意外发生了。 前面的人群中, 突然爆发了一阵叫好声, 夜全胜身后的人被这声音所吸引, 纷纷睁着去看热闹, 夜全胜一个没站稳, 就被人流挤进了路边的湖中。 由于岸上的人们太过喧嚣, 竟然没人听到夜全胜的呼救声。 这时, 平静的湖面突然起了变化, 夜全胜的身下形成了一个黑色的漩涡, 带着夜全胜往湖心跳去。 漩涡的声音盖过了一切杂音, 包括岸上的喧嚣声。 人们立马就发现不慎落水的夜全胜。 有几个水性好的汉子见到这一幕, 纷纷脱下鞋子跳进水里, 试图去将夜全胜就上来。 然而湖中的漩涡却无比诡异, 无论几个汉子怎么努力, 就是无法靠近漩涡中的夜全胜, 营救计划失败。 这时, 湖中突然闪过一阵金光, 将黑色的漩涡映衬得格外神秘。 只是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 漩涡就被金光消敏于无形。 早已被漩涡搅得晕头转向的夜全胜, 立马向下沉去, 很快就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 围观的人们面面相去, 其中有人认出来刚才沉下去的, 是夜姑红的儿子夜全胜, 就立马前去通知夜姑红。 夜姑红来到湖边后, 热闹的人们已经散去, 夜姑红跪在湖边, 心中满是懊恼。 正当他准备给夜全胜准备衣冠种的时候, 一只老龟驮着夜全胜扶了上来。 他来到夜姑红面前将夜全胜放下, 看向夜姑红的眼神中充满了故人重逢的欣喜。 夜姑红发现, 这只老龟的眼神和多年前的那个男子一模一样。 他朝老龟投去疑惑的目光, 老龟缓缓点了点头。 这时, 夜全胜慢慢醒来, 他见到夜姑红后, 有点站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就问夜姑红这是怎么回事。 夜姑红指着那只老龟, 对夜全胜说道, 全胜, 先前并非是我, 不想让你喊我爹, 他才是你爹。 夜全胜瞬间如遭雷击, 他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类。 这时, 老龟口吐人言, 给夜姑红二人讲明了缘由。 原来, 他本是河中的河神, 多年前, 一个邪恶的妖怪想夺走他的河神之位, 为非作歹。 他拼尽全力, 也只是将那妖怪封印, 甚至为此导致自己的儿子丧失了在水中生存的能力, 不得已支下他, 才将儿子交给夜姑红抚养。 这些年来, 那妖怪苦思冥想, 终于想出了一种破解封印的办法。 那就是找到夜全胜, 利用血脉的力量破解封印。 这才有了之前夜全胜不慎落水的事, 幸好他及时发现, 这才没能让妖怪得逞。 现在看来, 是时候父子相认了。 夜全胜恍然大悟, 立马就认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后来, 夜全胜和自己的河神父亲和力, 将那妖怪打得灰飞烟灭后, 回到岸上, 用心侍奉着夜姑红, 直到夜姑红终老后, 才回到河中, 陪伴自己的亲生父亲。 唐朝时期, 永安村发生了一件诡异而离奇的事情, 村里经常有十六七岁的美貌少女, 无故失踪, 人们查了许久, 都没查出是何原因。 这件事闹得人心惶惶, 不管是白天还是天黑, 再也没有少女敢独自出门。 为了保护村民们的安全, 村里的青年汉子们自发组成了巡逻队, 每日夜里定点巡逻, 即便如此, 仍旧有少女无故失踪, 哪怕那些少女好端端地在家里休息, 也会忽然消失不见, 因此村民们都在传有妖怪作祟。 那日傍晚, 村里的男人们开始巡逻的时候, 发现一个穿着青色衣裙的少女在河边洗衣, 那少女看起来有十七岁, 生得十分美貌。 巡逻的男人们担心青衣少女遇到危险, 便提醒少女, 天马上就要黑了, 你在这里洗衣服不安全, 还是赶快回家吧。 多谢提醒, 我马上就回去。 少女甜甜地应了一声, 巡逻的男人看到青衣少女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便转身离开了。 没想到巡逻的男人们刚离开门一会儿, 草丛里忽然跳出来三个光头和尚, 他们一个上前捂住青衣少女的嘴巴, 另外两个扛起青衣少女就走, 直接将她扛到了村后的小树林中。 青衣少女被撒和尚扛到村后的小树林, 面上却没有丝毫慌张, 她也没有反抗挣扎, 反而在心里暗自偷笑, 正合我意。 青衣少女看到那三个和尚将她扛到一棵大柳树下, 左转三圈, 右转三圈, 随后那棵大柳树就冒出一团黑雾, 三个和尚扛着青衣少女走向那团黑雾, 紧接着场景瞬间转换, 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宽大屋子里, 三个和尚便放开了青衣少女。 青衣少女四处打亮着这个房间, 发现主位上坐着一个穿着黑色衣裳的猥琐男子, 他身边坐着三四个穿着白色衣服的美貌少女, 那些少女看起来十分畏惧他的样子。 主位下面则有十几个穿着红色纱衣, 戴着面纱, 正在翩翩起舞的少女, 他们的动作看起来十分僵硬, 舞姿也不优美, 可是坐在主位上的黑衣男子却看得津津有味。 青衣少女看向黑衣男子时, 黑衣男子正好看向他, 三个和尚健壮, 立刻摇身一变, 变成了三个穿着绿色衣服的壮汉, 他们谄媚地对黑衣男子说道, 主人,我们又给您送来一位美人。 黑衣男子笑着起身, 走到青衣少女面前, 他似是对青衣少女极为满意, 称赞了那三个黑衣壮汉几句, 便将屋里的人都赶出去, 只留下青衣少女陪伴他。 当所有人都离开以后, 黑衣男子就要与青衣少女亲近, 青衣少女大胆地扑进黑衣男子怀里, 却悄悄从怀中拿出一把匕首, 猛然刺进了黑衣男子的胸膛, 黑衣男子还没反应过来, 就倒在了地上。 青衣少女看到黑衣男子死后, 变成一团黑物消失了, 他又找到那三个穿绿衣服的壮汉, 轻松斩杀了他们。 三个绿衣壮汉死后, 青衣少女忽然感到一阵地动天摇, 接着他就被一股强大的吸力 从屋里吸了出去。 青衣少女被吸出来以后, 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小树林中, 他之前看到的那些少女, 也跟着他一起出现在小树林中。 青衣少女看着那些少女 惊魂未定的模样, 急忙安抚他们, 别怕, 欺负你们的妖怪已经被我斩杀了, 你们现在自由了。 原来青衣少女名叫青蓝, 是个捉妖师, 她经过永安村时, 得知村里经常有少女无辜失踪, 根本查不出原因, 她见村子附近有淡淡的妖气, 知道是有妖怪作祟, 便准备出手制服这些妖怪, 救出被妖怪抓走的少女们。 青蓝以自己为诱饵, 吸引妖怪出手, 没想到那些妖怪真的上钩, 将她抓走了, 她才有机会杀死妖怪, 救出了少女们。 其中一个少女, 听青蓝说明真相以后, 便对青蓝说道, 我们都是在睡梦中被妖怪抓来的, 只知道这个妖怪喜欢美人, 才将我们抓来陪伴她, 我们根本不曾见过那妖怪的真实面目, 她到底是个什么妖怪。 青蓝指着小树林中的那棵大柳树说道, 这就是抓走你们的妖怪, 是个树妖。 我在树妖的府邸杀了她, 没有了树妖的法力控制, 咱们才离开了树妖的世界。 少女们得知是这棵树抓走了自己, 纷纷凑上去对着那棵柳树又打又踹。 后来,少女们顺利回到了家, 他们将那棵柳树曾经骇人的事情告诉了家里人, 村里的男子便自发组织起来, 砍断了那棵柳树, 那柳树被砍倒的时候, 还流出了大量的血迹, 看上去十分骇人。 柳树被砍倒以后, 村里便再也没有发生过怪事了, 经过这件事, 清兰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女英雄, 而她继续走南闯北, 为世间太平做出了属于自己的贡献。 唐朝时期, 崇安有个叫杜若飞的侨夫, 他天性善良, 最喜助人为乐, 邻里都很喜欢他。 这天, 他在山上砍桥, 一不小心被树枝绊倒, 然后滚下了山坡。 杜若飞感觉自己好像压着了一个人, 抬眼一看, 自己竟压在一个死去的女子身上, 慌忙起来。 杜若飞不知道这女狮为何会出现在这荒郊野外, 不过就这么朴实荒野也不好, 于是就动手把她埋了。 不承想, 就是这一时的好心, 给杜若飞惹来了一个大祸患。 这天, 杜若飞发现自己身上竟然出现了一大片尸斑后, 惊呆了, 尸斑只会在死人身上出现, 他明明是个活人, 为何会出现尸斑? 杜若飞自己想不通, 就去找了村中称为半仙的马老汉, 马老汉看过尸斑, 然后问他最近接触尸体没。 杜若飞想起自己三天前埋葬的女狮, 当即就告诉了马老汉。 马老汉听后叹息一声, 然后说, 他看上你了, 想嫁给你。 杜若飞听后大惊失色, 忙问马老汉如何是好。 马老汉从屋中拿出一叠符纸, 然后让杜若飞带他去埋葬女狮的地方。 两人到了买女狮的地方, 马老汉咬破中指, 开始在空中画阵符。 一会功夫, 杜若飞就看到一个巨大的圆形法盘, 漂浮在半空, 发出的金色光线, 把女狮的粉笼罩其中。 然后, 马老汉又刺破杜若飞的手, 把他的鞋洒向阵中。 杜若飞看到一个女子的身影, 出现在了金色光影中, 正是自己埋葬的那个女狮。 女狮看到杜若飞就开心地唤他相公, 然后想朝他走来, 只是被那金光困在阵中, 不得靠近。 女子委屈地看着杜若飞, 杜若飞赶紧去看马老汉。 马老汉不管女鬼如何作态, 只告诉杜若飞, 这阵法马上就可以让女鬼魂飞魄散, 到时候杜若飞身上的尸斑自然就消失了。 女鬼一听, 这老汉竟要他魂飞魄散, 当即在阵中求饶, 说他对杜若飞没有恶意。 这女鬼名叫李平, 本来她们一家也是在村中生活的, 但是后来父亲倒腾生意, 家中有了些钱财后就搬到了镇上, 在镇上开了一间小商铺, 数年后, 父亲的商铺越开越大, 家中的钱财也越来越多。 这本来是好事, 只是自从搬到镇上, 后母亲就再也没有开心过, 更是在不久后就生了重病, 缠绵病榻两三年就去了。 李平还没来得及伤心, 父亲就告诉李平他要续贤了, 李平不敢置信, 母亲尸骨未寒, 父亲就要续贤, 未免太过无情。 父亲却说这是已经定了, 他只是通知李平。 一个月后, 李平见到了自己的继母王氏, 王氏不是自己嫁进来的, 他还带了一个儿子。 父亲在婚后, 对王氏非常宠爱, 对他带来的那个儿子更好。 李平不懂, 父亲为何要对别人的儿子那么好。 后来, 李平才知道, 那孩子是父亲的亲生儿子, 而王氏是他早就养在外边的外事, 这一切母亲都知道, 所以母亲欲结在心, 这才生了重病去了。 自从王氏进门后, 父亲就只关心他们母子俩的吃穿用度, 对李平漠不关心, 仿佛没有他这个女儿。 父亲的漠视带来的是王氏的苛代, 李平也曾闹到父亲面前, 让他给自己做主, 可每次父亲都斥责自己。 后来李平学会了忍受, 想着等自己长大了脱离这个家就好了。 谁知道, 等李平急急后, 王氏竟要把他嫁给一个比父亲年纪还大的男人做续贤, 李平不能忍了, 闹到父亲面前, 谁知道父亲竟然同意, 还劝李平不要不识好歹, 嫁过去就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李平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父亲, 后来看他真的是铁了心地要把自己嫁给那老男人, 心中涌起无限恨意。 在一次晚餐中, 李平在全家人吃的饭中放了见血封喉的东西, 看着他们一个个在自己面前丧命, 李平心中只觉得无比痛快。 李平知道自己杀了人绝对活不了, 于是就来了这个自己小时候生活过的村庄, 从这个山上刚好能看到村庄的全貌, 这里有他所有美好的记忆。 李平心中唯一的期盼其实就是找个老实人嫁了, 远离那个家, 可惜事与愿违。 李平死后变成了鬼, 遇到杜若飞是意外, 李平发现他很善良, 正是自己期盼的夫婿人选, 所以想要嫁给他, 这几天夜里李平都会去他家与他同床共枕, 想着这样就是夫妻了, 没想到会让他身上出现尸斑。 李平说完, 求马老汉放过他, 他真的不想害杜若飞, 只是想嫁给他。 马老汉听完, 看着李平, 告诉他人鬼殊途, 可以不让他魂飞魄散, 但还是要送他去转世投胎, 说完就从身上拿出一道符, 燃烧后扔到阵中, 李平的身影瞬间不见。 随着李平的消失, 杜若飞发现自己身上的尸斑没有了, 当即感谢马老汉, 马老汉摇摇头, 告诉他, 若是以后发达了, 万不可向李平父亲般 磕待自己的亲生骨肉, 最后被骨肉所杀, 真是人间惨剧, 杜若飞恭敬达士。 很久很久以前, 北方有一个叫王孝甸的侨夫, 此人生来就具备一项 别人不曾拥有的技能, 就是能迅速在山中 分辨出木材的好坏和用途, 他凭借着这项本事, 很快就在当地立稳了脚跟。 有一天早上, 当地一个富商的管家 找到王孝甸, 希望他能找一些名贵的木材 来给富商做家具, 并开出了不菲的报酬。 王孝甸正在犹豫 要不要接下这笔活的时候, 妻子肇事却替他答应下来。 王孝甸将定金交给妻子, 自己提着斧头进了山。 到山中后, 王孝甸很快就凭借着 自己丰富的经验 找到了适合做家具的木材。 他立马在树上做好记号, 准备过几天带着富商的人来砍。 这时, 一声悲惨的鸣叫声 传进王孝甸的耳朵里, 他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发现有一只怀孕的木猴 正卡在悬崖边上, 随时都会有掉下去的危险。 王孝甸不敢拖延, 立马做成一个绳套将母猴套住。 母猴被王孝甸套住后, 情绪变得越发激动, 开始剧烈挣扎起来, 整只猴迅速朝着悬崖下面坠去, 幸好王孝甸眼疾手快, 拽动自己手中的绳索, 这才救下了这只怀孕的母猴。 母猴获救后, 满脸疑惑地看着王孝甸, 不明白这个人类为何要救自己。 这时, 王孝甸将母猴身上的绳索解开, 然后快步朝着山下走去, 不多时, 王孝甸就回到家中, 结果发现自己的妻子冷着脸。 王孝甸问赵氏, 今天又和谁生气了? 赵氏却什么也不说, 王孝甸无奈, 只能好生安慰赵氏。 接下来的时间里, 赵氏一点好脸色都没给王孝甸, 王孝甸见惯了赵氏的这副面孔, 也就没有在意。 到了晚上, 王孝甸被赵氏赶到偏房, 他收拾好铺盖后, 沉沉睡去。 半夜时分, 王孝甸梦到自己来到一片金灿灿的空间里, 自己白天救下的那只母猴正在笑意盈盈地看着自己。 王孝甸心中好奇, 就来到母猴面前, 问他有何贵干。 母猴一脸严肃地对王孝甸说道, 恩人, 我这次托梦, 是来警告你的, 你要小心你的妻子。 话音刚落, 母猴就消失不见, 看得王孝甸一头雾水。 第二天一大早, 王孝甸醒来后, 发现自己的身体变得无比虚弱, 竟然险些下不了床。 与此同时, 赵氏变得特别温柔, 全然没了昨天的那副嘴脸, 对王孝甸言听计从, 有求必应。 正当王孝甸奇怪于妻子的变化时, 自己却突然两眼一黑晕了过去。 这时, 赵氏眼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 又很快被他掩饰下去, 他上前扶住王孝甸, 嘴里不停地问着你怎么了。 王孝甸当然没办法回答赵氏, 当他再度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下床的力气, 赵氏正在床边一脸担忧地看着自己。 王孝甸不由地心生感动, 问赵氏是不是自己拖累了他。 赵氏闻眼眼中闪过一丝责怪, 让王孝甸不要多想。 紧接着, 他从厨房端出来一碗药对着王孝甸说道, 甸狼, 吃药了。 王孝甸闻眼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他越想越觉得赵氏不对劲。 再想想昨天夜里母猴托梦, 他一把将赵氏手中的药碗推翻, 碗中的药被撒在地上, 地面上瞬间冒出白烟。 王孝甸一眼就看出来, 这要里面有毒, 他怒斥赵氏的黑心, 问他为何要害自己。 赵氏眼中闪过一丝凶狠, 直接用枕头蒙着王孝甸的脑袋, 企图活活把他闷死。 这时, 两个牙医来到王孝甸家中, 将王孝甸救下。 当他们发现王孝甸中毒后, 逼着赵氏交出解药, 给王孝甸解毒后, 将夫妻二人带到衙门。 大堂上, 县令对二人言明, 自己昨天夜里梦到一只母猴报案, 说王孝甸的妻子红杏出墙, 并试图谋杀亲夫, 他抱着是一事的想法, 派出两个牙医, 没想到果真被那母猴说中了。 王孝甸这才明白, 原来是自己的妻子红杏出墙, 他质问妻子, 为何要害自己? 赵氏对王孝甸言明, 若不是当初他们家出的聘礼多, 导致他的父母强把他嫁给王孝甸, 自己根本就不用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 他恨王孝甸, 不管是红杏出墙, 还是对王孝甸用毒, 都是在报复王孝甸。 王孝甸闻言瞬间沉默了下来。 接下来, 县令让赵氏认罪化压, 并判处了他凌迟处死。 而赵氏的肩夫, 也被流放边关。 后来, 王孝甸孤身一人离开此地, 再也没有回来过。 有人说, 他在外地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 有人说, 他在外面做了一个乞丐, 因为偷东西吃而被人打死在路旁, 更有甚者, 说他被山匪们砍了脑袋。 宋朝时期的一个夏夜, 一个马夫赶着马车在关道上挤驰, 他离家已经数月, 非常思念自己的妻子。 只要明天早上将马车送到郭老爷府中, 他就能回家见他的妻子了。 一念至此, 这个叫方静云的马夫心中就异常激动, 不断地将鞭子抽到马的身上, 坐下的马车不断加速。 第二天一大早, 方静云交完车后, 立马提着自己之前给妻子买的礼物, 往家赶。 方静云还没进家门, 就闻到一阵饭菜的清香, 他想都不用想, 就知道妻子一定是给自己做了可口的饭菜。 他加快脚步, 几个呼吸之后出现在院中。 方静云的妻子万事听到动静后, 快步来到门口。 方静云见到万事后异常激动, 将手中的礼物放在一旁, 就要去报万事。 万事眉头一皱朝着方静云走来, 就在方静云以为自己下一刻一定会温香满怀的时候, 万事直接将方静云拖倒, 朝着后院走去。 方静云试图挣脱妻子的手, 却发现以往柔弱无比的妻子竟然充满了力气, 他无法挣脱。 到后院后, 方静云闻到一阵浓烈的酒味, 他一算时间, 发现万事酿的黄酒已经好了。 方静云本以为万事是来, 让他夸赞下他的手艺, 没想到万事却打开一个酒缸的盖子, 直接将方静云的脑袋摁进了酒缸里。 方静云瞬间被酒呛了好久, 剧烈挣扎起来, 与此同时, 他的身上开始冒出黑烟。 万事见着黑烟如此浓郁, 眉头皱得更紧, 他猛地吸一口气, 瞬间发力将方静云丢进酒缸里, 只露出一个脑袋在外面。 与此同时, 酒缸中的酒迅速变浑浊, 没多久就变成墨色。 方静云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就让妻子放自己出去。 万事见方静云这般狼狈, 内心也非常不忍, 他对方静云说道, 相公, 别担心, 我这是在救你。 方静云听到这话才安静下来。 紧接着, 万事将方静云 依次丢进后院中的所有酒缸里, 每次丢进一个酒缸, 酒缸里的酒 就会变成墨色。 一个时辰后, 当方静云从最后一个酒缸里出来的时候, 觉得身轻如, 咽浑身舒服。 这时, 万事让方静云赶快去沐浴一番, 方静云立马照做。 换上干净的衣服后, 他来到万事跟前, 问他刚才究竟是在做什么。 万事没回答方静云的问题, 反而问方静云, 回来之前可有遇见什么事, 身体上有没有不舒服。 方静云告诉妻子, 自己赶车到岭南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怪事。 当地一个山庄里的少庄主 让自己扮成他的丈夫, 和他一起骗取老庄主的秘宝。 他觉得此事有违道义没有答应, 少庄主就请他喝了一碗茶。 他喝过少庄主的茶后, 浑身上下感觉哪里都不舒服, 直到回家前才稍有缓解。 说来也怪, 刚才万事将他放在酒缸里那么一泡, 他浑身上下不舒服的感觉就全部消失了, 真的很神奇。 万事听完方静云的话后, 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他告诉方静云, 自己先前将他摁在酒里, 是因为酒里有他秘制的配方, 专门克制那个少庄主的茶, 能成功克制, 则是因为他和那个少庄主是同一类人。 方静云闻言满头雾水, 让万事细细道来, 万事对方静云言明, 自己出身于南疆的一个神秘的部落, 部落中的人们大多都有些本事在身上, 只不过有些人的本事是为了救人, 有些人的本事是为了害人。 而他会知道那个少庄主就是自己的同族人, 是因为方静云一进门, 他就在方静云的身上感受到了同族人特有, 所以他才会利用自己酿造的酒就下方静云。 方静云闻言唏嘘不已, 没想到自己只不过是拒绝了一个不合理的要求, 竟然险些有了性命之忧, 幸好他的妻子有一些本事在身上, 这才能让他逃过一劫。 紧接着方静云有声出疑问, 万事的族人为何要背井离乡? 万事听过方静云的问题后, 脸上闪过一丝苦涩, 他告诉方静云, 他的族人流散四方, 是因为当年好心做了一件错事。 当时有一个寡妇找到族长, 说是请族长救救他的婆婆。 原来这个寡妇的婆婆晚年丧子, 命运非常悲惨, 他实在不想让婆婆受病痛的折磨, 就来求族长。 族长听完寡妇的请求后, 和寡妇整整忙了七天七夜, 才做出了一枚丹药, 寡妇也因此变得极度虚弱。 寡妇回到家中后, 老太太发现她这般虚弱, 竟然因为自己一时间内疚不已, 直接上吊自尽。 刚好当时路过了一个愣头清官员, 他不分清红皂白, 直接寡妇处死。 族长知道后非常自责, 直接让族人去往各处, 从此不准再使用族中的本事。 方静云瞬间明白, 是因为自己, 少庄主才动用了族中的本事。 他问妻子这件事如何处理, 万事让他赶快去报官。 后来, 那个少庄主被绳之以法, 而方静云和万事则是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再没遇到什么麻烦。 宋朝时期的一个夏夜, 一声清脆的响声, 在流凤镇中的一座大宅院中响了起来, 一个富商模样的人正捂着脸, 看着身前的一个女子。 富商名叫上官天夜, 而他身前的这个女子, 是在他府中做木匠的妹妹李秀芳。 上官天夜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个叫李秀芳的村姑竟然敢和自己动手。 不多时, 听到动静的下人们纷纷赶了过来, 上官天夜随便找了个借口离开此处, 并记恨上了府中的木匠李大唐。 李大唐上前将妹妹拉到自己屋子里, 问明情况后不由得愤懑不已, 原来是上官天夜想要调戏李秀芳。 他安慰李秀芳, 只要做完手中的活, 就立即带着李秀芳离开, 绝不在上官天夜眼皮底下多呆, 李秀芳点头同意。 转眼间三个月过去, 李大唐在上官天夜府中需要做的活已经全部做完。 他带着妹妹来到上官天夜面前, 让她结算自己的工钱。 上官天夜冷冷地看着李家兄妹俩, 脑海中正在盘算怎么吞掉李大唐的工钱。 这时, 一声惊呼从旁边传来, 原来有一只老鼠刚才经过管家面前, 被管家一脚踩死。 上官天夜看到这只老鼠后, 眼睛渐渐亮了起来, 他让管家将这只老鼠拿过来, 给李大唐充当工钱。 管家听到这话后, 犹豫了一番, 然后将老鼠拿到李大唐的脚下。 看着李大唐一脸不可置信的神色, 上官天夜的心中舒服极了, 他开口表示, 这就是李大唐的工钱, 至于剩下的, 就当作李秀芳打伤他的医药费。 李大唐文言低头看着脚下的这只老鼠, 发现他的尾巴上有三圈圆环, 看起来像是被人刻意用锐物刻上去的。 一瞬间, 他的怒气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满面笑容, 他笑着对上官天夜说, 感谢老板, 我要的就是他。 上官天夜文言愣了一下, 他以为李大唐是被刺激傻了。 然而李大唐接下来说的话, 却让上官天夜有些猝不及防。 只见李大唐气定神贤地, 对上官天夜说道, 上官天夜, 你为父不仁, 鱼肉相礼, 是时候接受律法的制裁了。 上官天夜文言倒退几步, 不明白这个木匠为何能说出如此大意凛然的话。 缓过来后, 上官天夜冷哼一声, 问李大唐自己究竟做了什么, 让李大唐一一道来, 若是李大唐说不明白, 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李大唐文言清了清嗓子, 将上官天夜这些年吞并土地, 巧取豪夺, 收受贿赂, 买卖人口, 以及倒卖粮食等罪行, 一一说出。 上官天夜再度被李大唐吓得连连后退。 站稳后, 上官天夜问李大唐究竟是谁, 为何会知道那么多? 李大唐从怀中掏出一个腰牌, 上官天夜看后吓得脸色煞白, 又瞬间恢复过来。 他表示, 就算李大唐是光明卫, 可若是拿不出证据, 说得再多也没什么用。 上官天夜先是一愣, 随后放声大笑起来, 他问李大唐, 不会觉得一只老鼠就能成为证据吧? 李大唐笑道, 当然不是, 然后让李秀芳给上官天夜解释解释。 李秀芳上前一步, 将老鼠抓在上官天夜面前。 紧接着, 李秀芳指着老鼠尾巴上的三道圆环表示, 这是他们光明卫专用的暗号, 三道圆环的意思是, 东西找到了。 上官天夜的笑容戛然而止, 他万分紧张地问李秀芳, 究竟找到了什么东西。 李秀芳文言讥笑一声, 然后拍了三下手掌。 紧接着, 一个浑身黑衣的蒙面人来到李秀芳面前, 将手中的一本账本交给李秀芳。 李秀芳让李大唐打开账本, 发现那账本正是上官天夜犯罪的证据。 上官天夜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他朝着府中几个忠于自己的手下, 使了一个眼色, 那几个人立马会议, 立马上前就要去抢那本账本。 谁知道李大唐的功夫奇高, 几个回合就将一帮人打倒在地。 上官天夜转身就跑, 却被李大唐快步上前, 一脚将他踹倒在地, 并用绳子绑了起来。 这时, 一对衙役破门而入, 李大唐将上官天夜交给衙役, 然后让管家给来府中做活的下人发工钱。 做完这一切后, 李大唐和李秀芳一起离开此处。 大唐上, 县令问上官天夜, 为何要做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 上官天夜还一个进的教区, 直到县令将账本摔在他面前, 上官天夜这才认罪。 原来, 他出身贫寒, 从小就对财富有着非凡的追求。 长大后, 他用尽各种手段去实现小时候的梦想, 甚至不惜触犯律法。 他本以为, 凭借着自己的布置, 官府怎么都不可能找到他犯罪的证据, 没想到李大唐和李秀芳坐卧底进入府中, 利用光明卫的力量找到账本。 县令让上官天夜认罪化压, 并判处了他凌迟处死。 上官天夜死后, 李大唐和李秀芳声名大振, 他们离开此处, 继续在人世间游历, 随时为需要他们的地方贡献一份力量。 主,光明卫, 牙役中的牙役, 绝对的王牌, 专门处理一般牙役处理不了的案子, 直接受上面指挥, 地方官府无权管辖。 唐朝时期, 寻扬有户姓洛的人家, 家主洛世雄是当地有名的大富豪,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 洛家祖上并非靠经商发家, 洛世雄曾翻阅祖谱, 发现百年前的仙祖, 竟是一位名气颇高的阴阳先生。 洛世雄平日里也很喜欢灵异类的东西, 只可惜仙祖的本事没能成绩下来, 实在遗憾。 不过洛世雄无意中发现了仙祖的亲笔手书, 里面记载了许多奇闻趣事。 其中,洛家的祖宅, 就是仙祖亲自玄旨建造的, 据说这百年间从未修缮过一次, 可见仙祖之厉害。 不过在首书的最后, 仙祖好像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没做, 至于是什么, 洛世雄也不知道。 直到这天傍晚, 窗外狂风大作, 雷声滚滚, 可就是不下雨。 没一会, 两道汉天雷就披在了洛家的房顶上, 结实的房顶在雷电面前, 如宝纸一般, 瞬间出现了两个大窟窿。 洛世雄健壮, 索性请来工匠, 准备将整个祖宅都修缮一番, 反正这些年挣到钱了, 不如将祖宅扩建一番。 可在工程刚一开始, 意外便发生了。 当时洛家请的工匠当中, 有个姓成的老木匠, 此人心思重, 好占小便宜, 他谎称宅子地基下头的木材已经腐坏了, 需要多一些预算, 他好重新打桩, 其实就是为了多贪良笔。 洛世雄再聪明, 对建筑方面也一窍不通, 便听信了成木匠的话。 可就在打桩当天, 怪事发生了。 成木匠等人选好地方后, 不管用什么法子, 都没法把木桩打入地下。 成木匠顿时慌了神, 最后没办法, 决定挖坑直接将木桩放进去, 怎料坑挖好了, 木桩刚一放, 只听咔嚓一声, 好好的木桩竟莫名其妙断了。 成木匠也是老手, 当即意识到情况不对, 暂时收工, 准备选个吉日再说。 结果当天夜里, 他便出事了。 那晚, 成木匠跟几个工友 在外喝酒, 回家的时候, 他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一般, 发疯一般往前跑, 嘴里还一个劲吆喝道, 蛇, 好大一条蛇。 众人担心出事, 便追了上去, 结果他在跑过一个巷口的时候, 跟一辆马车相撞, 命是保住了, 腿却被踩断了。 此事发生后, 洛世雄请了别的木匠帮忙, 这才知晓, 原来这个成木匠, 是打算摊墨, 并在工程上动手脚, 若真要他干成了, 洛家的房子, 必然成威房。 洛世雄又生气又庆幸, 好在发现的急时, 就好像有人在无形中帮了自己一把。 当时洛世雄只是胡乱想想, 结果很快, 这暗中相助之人便出现了。 这天, 洛世雄来工地查看工作进程, 可就在这时, 不远处却忽然有人大声吆喝了起来, 蛇, 好大一条蛇, 从地基口钻出来了。 洛世雄大吃一惊, 回头看去, 结果只见一条跟人胳膊一般粗的大黑蛇, 像闪电一般, 穿过树人, 直奔洛世雄而来。 众人都被吓坏了, 好在洛世雄反应快, 立马随手抄起了旁边的一根木棍, 在黑蛇冲到自己面前的那一刹那, 他大叫着砸了下去。 巧的是, 这一棍子, 不偏不倚, 正好砸在了黑蛇的脑袋上, 洛世雄有些猛, 他明明砸向的是蛇的身子, 他就像自己往棍子上凑的一样。 黑蛇晃悠了几下后, 便倒在地上不动了, 显然已经被砸死了。 众人健壮, 都夸赞洛世雄好身手, 他尴尬笑笑, 看着眼前黑蛇的尸体, 也是一连猛。 结果当天夜里, 他便做了一个怪梦。 梦中他又见到了那条被自己打死的黑蛇, 神奇的是, 他不是来找自己算账的。 只见他缓缓爬到洛世雄面前, 口吐人言道, 多谢恩公, 多谢恩公救我, 助我脱离困境。 洛世雄听后一连猛, 哪有被人打死, 还要感谢凶手的。 黑蛇仿佛知晓他, 想问什么, 只见他缓缓立起身子, 并逐渐膨胀变大变形, 最后竟化作了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 并讲述了关于他跟洛家先祖的故事。 原来, 黑蛇的前身是人, 是个姓郑的赌棍。 那年, 老郑赌钱输光了家产, 遭债主追债, 他在逃跑期间, 撞见了洛家先祖的发妻。 当时, 其发妻刚怀孕三个月, 正在湖边散步, 结果老郑跑过去后, 可能是为了引起骚乱, 自己好逃跑, 竟直接把洛家先祖的发妻推进了河中, 他不会游泳, 最终导致一尸两命。 老郑得知此事后, 心中懊悔万分, 便打算去找洛家人道歉, 结果在半路上碰到了寨主, 并被活活打死了。 而他死后, 被洛家先祖发现, 他也认出老郑就是害死自己妻儿的凶手。 他本想将老郑打得魂飞魄散, 为妻儿报仇, 可见老郑诚恳认错, 愿意赎罪, 他收了手。 之后, 洛家先祖利用秘书, 将老郑的魂魄打入一条蛇的体内, 并建造了一座宅院, 让其成为其中的家舌, 保佑洛家后代子孙五十年的时间, 以此赎罪。 老郑答应了, 可二人都把解除术法这一档子是给忘了。 五十年后, 老郑想投胎, 便去找洛家先祖, 却发现他已经死了, 其儿子孙子也没学到其本事, 更别提帮他解除术法了。 就这样, 他一直留在洛家当家舌, 保佑了洛家子孙百余年, 直到洛世雄这一代。 可能是实在受不了了, 老郑在惩罚了想要做豆腐渣工程的成木匠后, 便打算一死了之, 这才忽然出现, 冲向洛世雄。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被打死后, 灵魂居然顺利从蛇身中剥离了, 得以投胎转世了。 他这才明白, 原来解除术法的方法, 就是让洛家直系亲属, 将蛇打死。 得知真相后, 洛世雄震惊万分, 也十分感谢老郑这些年的保佑。 梦醒后, 洛世雄则将黑蛇的尸体, 埋在了自家宅院的后头。 洪志年间, 楼江有个姓动名小婉的十二岁少女, 她本来跟爷爷逗老汉住在村里, 其父亲就是个货商, 早年间与妻子一直在外奔走, 这些年挣到了钱, 便将女儿小婉接到了身边一起生活。 不过小婉一直很想念爷爷, 父母也很孝顺, 经常会在空闲时间带着小婉回老家看看。 窦老汉其实有好几个孙子, 可不知为何, 他最喜欢的就是小婉, 家里什么好东西, 也总是紧着小婉先来。 可天有不测风云, 在小婉十五岁那年, 爷爷因病去世, 当小婉跟父母接到消息, 并赶回老家的时候, 爷爷逗老汉已经厌弃了, 小婉也因此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 这也成了他心中最大的痛。 逗老汉死后, 小婉一家搬回了镇上, 回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另外, 小婉也到了嫁人生子的年纪, 父母一合计, 通过媒婆给他定下了一门婚事。 只是眼看婚事将近, 小婉身上却发生了一件怪事。 这天, 小婉的父亲通过朋友介绍, 找到了一个道士。 那道士须发皆白, 气质脱俗, 颇有仙人之姿, 而他在江湖上泼妇盛名, 驱邪屁煞都不在话下。 小婉的父亲一见到道士, 便哭着跪倒在地, 直呼救命。 道长, 舅舅我家小女, 她中邪了, 在支不好, 这辈子怕是就要毁了。 稍安勿躁, 你且带我先去看看。 一行人赶到了小婉家中, 道士来到了小婉屋中, 其母亲此刻正一脸愁容地站在门口。 道士朝里看去, 发现小婉此刻正在梳头, 只是梳着梳着, 她整个人像是被点穴了一般, 一动不动, 随即缓缓转过身子, 脸上露出了阴森森的笑容。 其父母在旁表示, 这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 一开始不明显, 后来越来越严重, 人也总是走神, 然后就是傻笑, 笑得阴森恐怖, 叫人不寒而栗。 夫妻俩也找过其他高人帮忙, 说女儿就是中邪了, 只是他们用了很多法子, 都没用。 道士走到小婉面前检查了一番, 随即开口道, 你们前不久去过坟上。 夫妻俩先是一愣, 随即连连点头, 对, 前段时间是小婉爷爷的忌日, 我们回去扫墓了, 顺便将小婉定亲的事带了过去。 这么说的话, 小婉好像就是从上坟回来后中邪的, 不会上坟的时候, 惹上什么孤魂也鬼了吧。 道士听后沉思片刻, 随即摇了摇头。 不对, 他身上的确有团阴气, 不过并不阴冷, 跟中邪还是有些差别的, 这股阴气只是会暂时让人失神一段时间, 不会造成伤害, 应该不是孤魂也鬼所为。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 道士又去了小婉的老家一趟, 并在窦老汉生前所住的地方, 以及坟头转悠了一圈。 等他赶回去的时候, 小婉已经清醒了过来, 而道士告诉他们, 小婉身上的阴气, 跟窦老汉坟头的阴气相同。 听到这话, 众人都愣住了, 难道是窦老汉思念孙女? 想带她走。 不过这个猜测又被道士否认了, 随即她上前询问小婉, 在上坟归来那晚, 可是遇到过什么怪事? 小婉思虑片刻, 像是想起了什么一般。 哟,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 出门散步, 隐隐约约看到地头好像有家人在办喜事。 时间退回到小婉给爷爷上坟那天, 在给爷爷逗老汉磕头上香的时候, 小婉将自己已经定亲的事说了出来, 毕竟爷爷在世的时候就总说, 要亲自看着他嫁人。 小婉本来也没多想, 只是那晚, 他就遇到了一件怪事。 他夜里睡不着起来散步, 老家的农田多, 出门走不远就是地。 他来到地头转悠, 可就在这时, 他看到不远处有灯光亮起, 走近后发现, 那竟是一座很大的房子, 两扇大红门敞开着, 里头这摆满了宴席, 都是美味佳肴, 小婉仿佛还闻到了香味, 看样子是有人办喜事。 可诡异的是, 当时已经临近子时了, 谁家会在这时候办喜事? 另外, 宴席上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门口的位置, 好像有个人趴在地上, 正轻轻地敲打地板, 仿佛在寻找什么。 小婉凑近看了一眼, 却发现那人好像是 自己死去的爷爷。 不过, 他注意到, 明明是喜事, 可在大门前头, 却挂着两盏白色的灯笼, 此刻发出了圣人的白光。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了母亲的呼喊声, 应该是企业见女儿不在, 心中担忧, 出来寻找了。 小婉回头答应, 结果等他再转过身, 那房子已经不见了。 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了母亲, 不过母亲只当其睡迷糊, 看错了, 就没放在心上。 道士听后, 紧皱的眉头缓缓舒展开来。 原来如此, 你爷爷是给你留了东西啊? 道士表示, 窦老汉应该很想参加孙女小婉的婚礼, 在得知其定亲后, 才会选择回来一趟。 之所以小婉会看到大喜会场的样子, 就是窦老汉想一次弥补自己心中的遗憾, 那婚宴其实就是给小婉准备的。 至于门上的两个白灯笼, 其实是窦老汉回阴间用来找路的引路灯。 窦老汉趴在地上敲击地板, 其实是在提醒小婉, 自己给他留了东西, 在老家的地板下面。 小婉听后先是一愣, 随即猛地反应过来, 想起了爷爷之前跟自己说过, 等他出嫁的时候, 爷爷会亲自将嫁妆给他准备好。 第二天一早, 一行人便赶回了老家, 并在屋中寻找起来。 结果真如道士所说, 在老家中堂的地板下头, 有个暗阁, 暗阁当中是一个木匣子, 里头装得全是金银首饰, 那便是窦老汉留给孙女最后的嫁妆。 在木匣子挖出的那一刻, 小婉仿佛感觉身体有什么东西被抽走了, 心抽了一下, 随即抱起, 木匣子大哭起来。 不久后, 小婉大婚, 那些金银首饰, 都被他带在了身上, 拜堂的那一刻, 他仿佛听到了爷爷的笑声, 他也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故事后, 北方的某座大山上, 有一座叫镇妖塔的宝塔, 宝塔里面镇压着为非作歹的妖物。 外面有专人看守, 刚开始, 人和妖还能和平共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平衡慢慢被打破。 一个炎热的夏日, 镇妖塔内夺满了前来避暑的道士, 他们有的是修行有成的真人, 有的却是来混日子的纹裤。 对于前者, 妖物们还有所敬畏, 对于后者, 妖物们却是十分不屑。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后, 塔中一个道号轻木的道士觉得有些无聊, 就来到关押妖物的珠子前, 肆意挑衅那些妖物。 遭到挑衅后, 那些修为高深的妖物一动不动, 看得轻木道士心头火起。 他扬言, 若是再没有人理他, 他就将这颗珠子丢进镇妖塔下面的岩浆之中。 珠子内的妖物们纷纷睁开了眼睛, 警告轻木道士不要太过分, 轻木道士依然我行我素, 继续挑衅那些妖物。 紧接着, 珠子内的妖物开始齐齐地朝着珠子的一处撞去, 看得轻木道士心惊胆战的。 仅仅一刻钟过后, 妖物们就冲破了那颗珠子来到轻木道士面前, 夺走他的性命。 几个修为有成的真人立马上前组成阵法, 将逃出珠子的妖物短暂封印。 然而, 他们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 有一头最强大的妖物趁着他们不注意, 从镇妖塔的窗口逃出去, 消失在茫茫旷野中。 那头妖物逃出去后, 山上几个最厉害的道士立马聚集在一起, 将剩余的妖物全部封印到一颗新的珠子里, 并派人去打听那头妖物的踪迹。 与此同时, 那头妖物因为力量耗尽而变为人形, 直直地朝着山下坠落。 集市上感激的人们被这个从天而降的人吓得不轻, 直接将他当成不吉的征兆, 对他拳打脚踢。 妖物看着眼前这些愚蠢的人类, 没有办法挣扎, 幸好他的肉身力量远超常人, 这才没有受伤。 片刻后, 打累了的人们纷纷散去, 这个妖物也恢复了一些力气, 他站起身来, 朝着周围环视一圈, 立马就知道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镇子。 他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 就开始四处找活。 三个月过去后, 一个叫江雪涵的人就成为了当地人口口称赞的人物。 只因他一个人能吃两个人的饭, 却能干二十个人的活, 更重要的是江雪涵一点也不会累, 更不在乎工钱, 只要给饭吃就行。 江雪涵的名声传出去后, 有很多人想把他叫到家中, 做上门女婿。 对此, 江雪涵却有自己的想法, 他看中了当地最美的寡妇叶盈盈, 并让媒婆前去提亲。 叶盈盈也曾听过江雪涵的大名, 知道他有意和自己成亲后, 想都不想地答应下来。 就这样, 江雪涵和叶盈盈结为夫妻, 二人婚后恩爱和睦秦色和明, 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让旁人羡慕不已。 只是叶盈盈经常会发现, 江雪涵闲暇时刻, 总是会皱着眉头, 看着天空发呆, 似乎有什么心事一样。 转眼间到了腊月, 当地的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息。 正当叶盈盈准备和江雪涵过个大年的时候, 江雪涵却将所有的钱全部交到叶盈盈手中, 嘱咐他自己去办一件事情, 若是自己回不来, 就让叶盈盈带着这些钱改嫁。 叶盈盈见丈夫这般严肃, 不由得忧心忡忡, 她想问些什么, 江雪涵却踏着风雪离去。 江雪涵离开后, 叶盈盈就在家中焦急地等待, 这一等就是半个月, 转眼间就到了年底。 这天, 叶盈盈正在家中闲坐, 外面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叶盈盈以为是江雪涵回来了, 就立马前去开门, 结果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正站在门口。 叶盈盈强行掩饰自己内心的失望, 问乞丐有何贵干。 乞丐伸出一个碗, 让叶盈盈给点吃的, 叶盈盈这才注意到, 乞丐的脚上竟然没有鞋子, 被冻得瑟瑟发抖。 他连忙将乞丐让回屋中, 并给他煮了一碗饺子递过去。 乞丐说什么, 也不肯用叶盈盈家里的碗, 被叶盈盈一顿训斥过后, 才安心吃了起来。 吃完饺子后, 乞丐到院子里, 用井水把碗洗干净, 并递给叶盈盈。 叶盈盈让乞丐稍后, 自己去给他拿双鞋。 乞丐微笑不语, 叶盈盈走进屋中后, 手中的碗突然摔成四块, 将他吓了一跳。 这时, 乞丐走进屋里, 对叶盈盈说道, 快救你丈夫。 叶盈盈脸色一变, 问乞丐自己的丈夫在什么地方。 乞丐摇身一变, 变成一个道士, 然后缓缓和叶盈盈盈道明缘由。 他将江雪涵的来历告诉叶盈盈, 问叶盈盈是否还任江雪涵这个丈夫。 叶盈盈点头称是。 接下来, 道士告诉叶盈盈, 当时江雪涵冲破封印后, 直接将青木道士杀死。 青木道士的师父联合自己的师兄弟, 组成了一个七兄阵, 并用叶盈盈威胁江雪涵, 让他自己钻入阵中。 道士作为那七个人的师父, 实在是不忍心见到江雪涵就这么被杀死, 也不想和自己的徒弟作对, 就来找叶盈盈帮忙。 破除七兄阵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江涵雪和心地善良并且深爱着他的人联手, 用爱的力量将这个阵法打破。 叶盈盈恍然大悟, 请道士带自己去救自己的夫君。 道士带着叶盈盈纵身一跃, 就来到了七兄阵前, 叶盈盈和江涵雪在道士的暗中帮助下, 成功破掉七兄阵。 道士让他们保证, 日后绝对不对普通人出手, 夫妻二人连连答应。 后来, 夫妻二人离开当地, 共同游历江湖, 做了一对侠客夫妻。 明朝时期, 太苍太昌县有一个叫叶领雨的猎户。 和别的猎户不一样的是, 叶领雨有点怪毛病在身上。 比如说, 此人天生仁慈, 向来看不惯弑强凌弱的事, 就算是山中的野兽也不例外。 别人打猎的时候, 都是遇到什么抓什么, 而叶领雨打猎, 却显得尤为麻烦。 他会整日在山中游荡, 专门出手惩治那些强凌弱的野兽, 每当有一只凶狠的动物准备对自己的猎物下手时, 都会被叶领雨的剑射中。 一开始, 山中的野兽们还不信邪, 他们以为, 丛林法则在山中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任何人都无法干预, 那几只被叶领雨射杀的野兽, 不过是凑巧罢了。 然而事实证明, 他们想错了。 只要是叶领雨在山上, 都会时刻秉持着自己的原则, 遇见一个势强凌弱的野兽就出手, 不管对方是不是需要填饱肚子。 久而久之, 山中的大部分野兽都受到了叶领雨的伤害, 山中也因此变得无比冷清。 为了填饱肚子, 他们不得不去尝试吃那些自己先前看不上的野果, 结果食肉动物的天性注定他们无法适应这种生活方式。 很快, 山中所有的食肉动物就饿成了皮包骨, 也因此和叶领雨结下了仇。 一年过后, 他们聚集在一起, 准备商议出一个解决叶领雨的办法。 正当他们商量的正起进时, 叶领雨带着弓箭出现在附近, 他们匆匆按照最后商量的那一套方案展开行动, 希望能够获得成功。 那天, 叶领雨像往常一样在山中游荡, 经过前段时间的奋斗后, 他能见到野兽之间的厮杀少了很多, 正当他为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时, 一声凄厉的哀鸣传进了他的耳朵里。 叶领雨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一看, 发现是自己之前布下的陷坑。 他快步来到坑边, 发现里面有一只被捕受加困住的野猴。 那猴子看起来甚是可怜, 叶领雨立马就出手将它救出来。 救出野猴后, 叶领雨将它带回家中, 给它包扎一番后, 将它放在天房中安置下来。 从那个时候开始, 叶领雨和那只野猴就开启了朝夕相处的模式。 三个月后, 叶领雨顺利康复, 叶领雨又将它放回山中。 送走叶领雨后, 叶领雨的心中突然出现一抹失落, 他这才发现自己一个人生活已经太久了。 正当他为自己的孤独仇闷不堪时, 叶领雨再度来到他的家中, 拽着他就往山上走, 一副非常着急的样子。 不多时, 叶领雨将叶领雨带到山间的一处小路上。 叶领雨发现, 小路上竟然有一个昏迷不醒的貌美女子。 叶领雨瞬间就明白了野猴的意思, 将这个女子抱到自己家中就醒过来。 女子醒后, 对叶领雨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她是当地的一个药农李清禾, 因被野兽追赶而迷路, 不慎在山中昏迷, 幸好被叶领雨相救。 叶领雨听后, 觉得她应该不是在说谎, 就让李清禾在家中住了下来。 从那天开始, 叶领雨每次打猎回到家中, 都发现自己的衣物被李清禾洗好, 饭菜也被李清禾做好。 久而久之, 叶领雨就喜欢上了这个贤惠的姑娘, 当她向李清禾提出成亲的请求时, 李清禾没有拒绝。 叶领雨大喜过望, 立马着手准备成亲事宜。 十天后, 叶领雨和李清禾顺利拜堂成亲。 当天晚上, 叶领雨回到房间后, 立马揭开新娘的盖头, 看着面前如花似玉的美人, 叶领雨高兴不已。 正当她准备和李清禾同房时, 李清禾脸上却出现一个邪魅的笑容。 紧接着, 李清禾一分为二, 变成了两个李清禾。 原本的李清禾一脸柔弱, 刚出现的李清禾却一副汉妇模样, 看得叶领雨目瞪口呆。 汉妇李清禾问叶领雨, 她秉持的观念是不是不能视强凌弱, 叶领雨点头称是。 汉妇李清禾表示, 她今晚就别想同房了。 叶领雨不解, 就要将这个汉妇推出门外。 汉妇李清禾不甘示弱, 和叶领雨动起手来。 一炷香时间过后, 叶领雨被汉妇李清禾打倒在地, 她怎么也想不明白, 一个女子为何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汉妇李清禾表示, 既然叶领雨毫不讲理地反对是强凌弱, 那她就要让叶领雨尝尝其中的滋味。 叶领雨心中不甘, 就起身继续跟汉妇李清禾搏斗, 却不是她的对手。 汉妇李清禾对她言明, 若是按照叶领雨的观念去保护相对弱小的羊群, 不受狼的伤害, 那么对于狼群来说,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伤害, 这种道理, 叶领雨还是好好想想吧。 话音刚落, 两个李清禾就合二为一, 然后消失不见。 叶领雨这才明白, 自己是遇到了仙子。 她回想起李清禾刚才的话, 才发现自己之前想的做的竟然都是错的。 一面至此, 她摔断弓箭, 从此再也没有进过山。 叶领雨不再进山后, 山中的秩序渐渐恢复了正常, 很快就焕发出勃勃生机, 一片安宁祥和的景象。